24个比利是真人真事吗? 24个比利是心理学作家丹尼尔凯斯 丹尼尔·凯斯 于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他是一部描述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 比利秘里根的真人真事传记是小说 同时 比利是美国史上第一位犯下重罪 但却获判无罪的嫌犯 因为他是一位多众人格分裂者 比利的多众人格达24个 他田内的人格可以互相交谈 下棋 甚至互相控制对方的行为 所以 比利接受治疗之前的生活是极其混乱的 比利生于1955年的情人节 他的妈妈 陶勒斯是在尔亥尔州的一个农场长大 成年后跟他的丈夫迪克居住 但之后离婚 陶勒斯便签字迈阿密 并以歌唱为生 在那里 他还有一个叫强尼的已婚犹太喜剧演员同居 陶勒斯和强尼共有三个孩子 在1953年10月 有了他们的大儿子 吉姆 1955年2月 二儿子威廉 也就是比利出世 陶勒斯和强尼还有一个女儿凯西 他在1956年12月出世 但比利三岁时 被确诊有多众人格分裂倾向 而他第一个分裂出来的人格是一个小女孩 克力斯汀 他金发披肩 拥有一双蓝眼睛 是个聪明的小女孩 但有阅读困难 喜欢画花草蝴蝶汗注射 到了1959年11月17日 强尼自杀身亡 此前 他因赌博欠债 而且经常酗酒 也曾经有过自杀行为 之后陶勒斯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麦阿密 回到了亥俄州 他与前夫迪克重婚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最后仍以离婚收场 1962年 陶勒斯遇见了扎米和密尼根 扎米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与比利同龄 陶勒斯与扎米于1963年 10月27日在尔赫尔结婚 同居后 比利只值残米长期虐待他 包括肌肩 并导致他的多重人格分裂症恶化 出现了更多的人格 1975年 比利因死穴抢劫 在尔赫尔州的黎巴嫩监狱服刑 比利于1977年初假释出狱 但是同年10月 他因涉嫌在尔赫尔州立大学 强奸并抢劫了三个妇女儿被捕 警方在受害人的车上找到了他的职闻 并且其中一名受害者在警局时 当场指认出强奸他的就是比利 比利作案时带有枪支 同时警方在比利的住处与收出枪支 加上比利又是个假释犯人 检方决定起诉他犯有三项抢劫罪 三项绑架罪 及四项抢劫罪 在对比利进行辩护的过程中 比利接受了一个由威尔斯·C Drisco博士制定的心理测试评估 这份评估结果认为比利患有人格分裂症 之后比利又接受了Dolli-Fittner 一个来自尔赫尔州 哥伦布市西南健康中心的精神病专家 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心理评估 这次的评估结果 同样显示比利患有多重人格疾患 在后来的法庭辩护中 辩护律师已犯罪时比利神志不清 不能控制自己为辩护理由为比利辩护 并传造了四个精神病医生 以及一个心理学家上庭为比利作证 法庭最终接纳了这个辩护 裁定比利无罪 但是必须接受强制精神疾病治疗 比利后来被辗转送到 一系列周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但后来比利表示 他在这些医院接受的治疗十分有限 在治疗的开始 医生发现了比利的十个人格 在后续治疗中 一名叫大卫 卡尔·德贝·卡尔的精神病医生 发现了另外的十四个人格 经过一连串的治疗 比利的病情逐渐好转 可惜 比利最后被转入的立马医院 和带顿司法中心 以及为不仁道的方式对待病患 让比利的病情陷入前所未有的恶化 经历漫长犹如地狱的重警备机构 比利终于在1982年4月15日 回到了艾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治疗 距离上次离开已经过了两年半 康复释放后 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 比利在1988年被释放 1996年 比利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居住 拥有一家小电影公司 Stromie Live Productions 并即将制作一部短片 但显然根本没有拍出来 他称自己仍然被多重人格疾患所困扰 比利表示希望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 2007年 俄亥俄州报纸 哥伦布快报尝试联系比利 但是他的妹妹凯西拒绝透露 任何关于比利的联系方式 理由是哥伦布快报当年试图掩盖真相 误导民众 让比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而比利最终在2014年12月12日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养老院 死于癌症 当时59岁 比利的故事其实是个悲剧 一个只有在文明社会才会发生的悲剧 24个比利这部多众人格分裂计识小说 可谓是心理计识的巅峰 在比利体内总共有24个人格存在 这些人格不仅在性格上 甚至连智商 年龄 国籍 语言 性别等方面 也都不尽相同 这些不可思议的人格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他到底是个欺骗公众的骗子 还是个不幸的受害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